國內體貪消息 三太子杯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的單打16強 我國好手黃亮祺對上的是以色列的選手文特勞布 結果黃亮祺是連丟了兩盤殘遭淘汰了 對 那至於說另外一位台灣選手 就是我們的小胖楊宗化 他對上的是日本的伊藤龍馬 兩人激戰了三盤打了超過兩個小時 最後小胖還是以1比2不幸落敗止步16強 再見觸網Lucky Shark 小胖楊宗化相當無奈 但還是得接受輸球的事實 楊宗化跟黃色衣服日本選手伊藤龍馬 兩人大戰三盤打了超過兩個小時 最後小胖是以1比2在三太子網球挑戰賽16強就止步 一開賽雙方打得相當激烈 最後伊藤龍馬頂住壓力 先以6比4搶下第一盤 其實在這個球場可以改變我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以前的打法都是炫球比較多 對 然後在這球場我一定要刻意的往前 不然這也會被人家貓死 對 就是有一點改變我自己的想法 對 然後以後可能就是會比較向前的去攻擊每一分這樣 不要每個都那麼保守這樣 進入第二盤 戰況同樣寫入膠著 兩人互保發球局 雖然第七局伊藤龍馬率先破發 不過三太子也是咱們的神 第八局開始小胖猶如神助 也回進對手一個破發 接下來的發球局小胖同樣穩穩拿下 反而率先來到盤墨點 有了三太子的家時 本來以為楊宗華的氣勢會跟著水漲船高 沒想到伊藤龍馬在第三盤突然改變了節奏和打法 讓小胖措手不及 一下子就以0比5大幅落後 雖然第六局楊宗華回神拿下一局 避免吃了一個貝果 不過伊藤龍馬賽末點出網lucky shot 還是把楊宗華淘汰出局 關鍵在他真的是變了節奏 然後就是他接發球 在第三盤一開始的時候也接得很順 對啊 然後導致 因為其實第三盤一開始第一局上來就被破發 其實那是很很傷 對 所以就是要好好檢討的一個地方 另外一位我國好手黃亮琪對上以色列阿米歐溫特 第一盤亮寶黃亮琪還能咬住對手 但關鍵時刻亮寶沒能頂住壓力 4比6輸掉第一盤後 第二盤黃亮琪起立放進 加上賽末點自己回擊出界 最後黃亮琪連丟兩盤 無緣晉級前8強 楊宗華和黃亮琪同日出局 本次三太子挑戰賽 台灣選手只剩下王玉佐 單打8強將對上日本選手天天豪 聯合報戲股燕尾 許家榮 魏楚玉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